桥边忽然斑驳顺毁 伸说凤也裸露 整个路桥已经老旧残破 但每天行进的车辆却相当多 公路单位想要进行维修 却卡在部分用地位征收 让用路人只能至求都服 早期没有我们的中兴路 也没有的特山路这边 也没有我们沙路所说的长春桥这边 那整个要台中港往无期的方向 包括它的货柜车 包括它的拖车 包括它的板车 游览车不管还是怎么样 都是要从这座桥来经过 所以说车流量是非常的多 那当初呢 政府因应台中港的这个兴建 赶快的来这个做这个桥 那我们都是乐观其成 只是说对我们民众的权益 没有照顾到 位在中七路的沙路路桥 民国66年兴建至今 始终无法进行维修 路桥破损情形严重 加上车流量大已经形成围桥 先前丞相市长陈晴 同意由地方政府先电征收费用 因此地主希望能以市价征收 以我们现有的这个地价来征收 我想民众也有获得了 他们应有的这个保障 我也希望说在要做这个桥的时候呢 希望因为这个当初做的是 三四十年的事了嘛 那现在因为车多人多 而且呢 跟以往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考量 所以希望不管是 顾问公司也好 我们营建署这边也好 公务总局这边也好 都要来征求我们民众的一些意见 在说明会上 跟大家做多项的沟通 让这座桥做起来以后 能够符合地方确实的需要 地主也希望针对路桥相关单位 能举办多场说明会 让民众能清楚路桥未来的设计规划 一举解决这延荡三十多年的老问题 记者中文会 台中小报道